先任期 耽误大家一会儿啊 我有个事想跟大家宣布一下 老徐啊 你先等一下 我们也有事情要告诉你 老徐 我们知道公司现在很困难 所以我们大家集体决定 先提心 这是资源书 签好了 很多甲方 因为黑名单的事找我们索赔 我们怕公司周转困难 一起凑了一点钱 虽然数额不多 但也足以应对这次的跪迹 老徐 这次危机的幕后黑手 我们已经找到了 苏雅阁违法的证据 都在这个手机里 受伤工人的事情也调查清楚了 人没什么事 只是受到了苏雅阁老板的蛊惑 现在再故意躲着我吗 老师 老婆 老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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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咋还哭着呢 没事儿 你看大家伙都这么相信咱们 咱们也不能放弃咱们最开始的梦想 对不对 知道了 知道了 我相信你 你一定没问题 你放心吧 你能处理好吗 老公 我爱你 我也爱你 躺着吧 嗯 现在应该没有什么事儿要宣布了吧 有什么事儿呢 老公 我就是觉得是なぜ 我们是要做什么事情 知道我都把你带来去吗 别切了 他就要做什么事情 你不能做什么事情 都不能做什么事情 我们不会输的 对 谢谢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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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她